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孝顺的好女生 她是一个不在意外表 更相信缘分的帅气主持 相信缘分的她们 来到了今天的节目 相亲现场状况连连 男女嘉宾甜蜜互动 为何男嘉宾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能是因为女嘉宾 第一次见面嘛 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啊怎么样 那要不然的话 就是真的是身体不协调了 相亲现场出现两位男嘉宾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两人火药味十足 女嘉宾会如何选择 她们能否相亲成功呢 凡人有喜之 相亲遇上颜值控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有喜春节特别企划之 男神来了 最激烈的争择现场 最残酷的淘汰方式 最亲密的游戏互动 摸什么摸我 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 都市频道晚上九点 浓情具现 男神来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爱情靠中取外 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凡人有喜 我是红娘 玉翰 水中贵族百岁山 本栏目奖品是由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供 今天的相亲现场 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没有小红娘 没有女嘉宾 而是两个男人坐在一起 闲聊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哎兄弟 你也是来一生 是吗 是啊 你也是男的病啊 我也是男的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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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啊 嗯 人家怎么没工作 有两个男的病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是只以为 只有我一个 那等他们一会过来问问吧 不主定今天 女嘉宾控宴有学乎我给 这么之前 哈哈哈 哎 哎 那你 见过女嘉宾了吗 没有啊 就是不是 她真的是 李嘉宾过来的嘛 你猜猜 她会长什么样子 我期待是多高的 高一点 高一点有什么好 低一点也可以 显得可爱 好 然后我们那种 绿子里有点贵牙 那你喜欢啥样子的绿儿啊 哦 反正就是 孝生父母的吧 长相这些都无所谓 主要是人要好 你准备好久结婚啊 结婚啊 结婚啊 结婚 结两年吧 就这两年 两年了 那你结了婚后 准备跟父母住 还是个人住啊 家里人住吧 毕竟老人嘛 还是需要照顾 也需要陪伴 各位观众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金兰观察院肥陶 这期凡人游戏呢 是我们新年的最后一期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不宜 今天的点评呢 现在就开始了 我们的女嘉宾 现在还没登场 而男嘉宾呢 先说男一号吧 是一个长相英俊的帅哥 而且他对女生的要求 并不看中外表 而是需要孝敬父母 难道真的印了那句俗话 就是说长得好看的人 都不在意外表吗 你一直在留那些游死 我觉得我吧 平时还是对女孩挺好 而且挺高的我 在同庆挺高的 你一次走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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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脆喔 为何女嘉宾还未出现 就令两位男嘉宾火药味十足 今天的女嘉宾到底有何魅力 我们先来看看女嘉宾的照片 女嘉宾的照片的确是美美的 难怪两位男嘉宾会针锋相对 就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女嘉宾吧 我现在女嘉宾已经是站到我的旁边 本期交友女嘉宾 雍娇二十四岁 身高一米六五 职业 销瘦 婚姻状况 未婚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叫雍娇 今年二十四岁 身高的话一米六五 然后现在目前工作是主销售的 想找一个的话 身高的话在一米七五以上 脾气的话要好一点 然后体贴一点嘛 不要小顺一点点 然后主要是的话 再重新留房子 女嘉宾这真的是你吗 你把我吓到了好吗 我觉得你那个PS 是不是太严重了 你跟照片说真的哈 恕我直言 真的是两个人好吗 是这样的 我虽然很理解 我们女生平时自拍的时候 都会用一些美颜功能 但是我们出来相亲 是不能自带美颜功能的 无论如何 你都会直面我们的男嘉宾 也要直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这么狠的手 其实我觉得 会让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打折扣的 我不知道男嘉宾的反应 会是怎么样 现在女嘉宾 已经是站到了我的旁边 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就是 你就是说 对择偶这个要求是什么 就是男生的话 个子还是要高一点的 高一点 还有呢 然后外形的话要阳光一些 阳光帅气 是吧 那我可以这样说吗 你就是外貌协会的 可以这样说吧 可以这样说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编导为你准备了两款男士 但是外形啊 长相啊身高啊 应该都符合你的要求 今天的女嘉宾要求可是不低呢 究竟哪位男嘉宾更合女嘉宾意呢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 得把你的眼睛给蒙上 咱们用心去体会 然后你要用手去摸 看看你觉得哪一个 给你的第一感觉会更好 我们就跟谁交流 就是进行沟通好吗 好的 俗话说嘛 心忙眼更亮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女嘉宾的 眼睛给蒙上 通过她自己的手和她的心 去感受 看今天哪位男嘉宾 可以得到我们女嘉宾的青睐 就是刚才告诉我 有两个男嘉宾的时候 我当时感觉还有点差异 我觉得之前看见 我都不会有 怎么会有两个男嘉宾 好 现在呢 我就要带女嘉宾进去了 因为我们两个男士 已经等待很久了 好了 两位帅哥 我们的公主女王 已经嫁到了 好了 我现在呢 然后就把女嘉宾的手 交到第一位男嘉宾的手上 你把女嘉宾的手 搭到你的肩上吧 我们先体会一下身高 感觉一下 然后再摸摸她俊俏的脸 看她的五官 摸到她那个机关立发了 一会儿她出去 就会像风一样的男子 体会到了吗 体会好了 是吧 感觉怎么样 应该 应该1米75以上吧 1米75以上 手感还不错 五官呢 你觉得 从你的那个第一感觉 来说怎么样 应该侧面会比较好看 侧面会比较好看 我觉得你真的是心兵眼亮啊 然后我现在把你的手 交到第二位男嘉宾的手上 来 搭在她的肩上 感受一下身高 然后再 没事 使劲摸 她没有化妆 使劲摸 感受到了 哇 那么快 好 看来这一次 缩手的速度比较快啊 我们说一下感受 嗯 这个男嘉宾应该稍微矮一点 这个男嘉宾应该稍微矮一点 但是符合你的要求吗 关键是 还可以 应该还可以 好 你心目当中勾勒出来的画面的话 勾勒出她那张脸的话 你觉得她们俩哪个更合适 嗯 右边这个吧 右边这一个 哎呦 看来女嘉宾今天真的是 还没有看她的心 真的是特别明亮了啊 被女嘉宾选中的男嘉宾 你心里有没有在偷着乐呢 自己的颜值身高被得到认可 那么我就数三二一 我们把眼罩摘下来看看 你自己的选择 是不是正确的好吗 嗯 好 来 你自己摘啊 三 二 一 哇 你刚刚感觉到的是哪一位更符合你 对 这一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男嘉宾 我的名字呢 叫做伊泽 今年二十三岁了 平时从事的职业呢 就是主持人 本期交友男嘉宾 伊泽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八零 职业 婚礼主持人 婚姻状况 未婚 好了我们来正式认识一下吧 二位男士 这是我们今天美丽可爱大方的女嘉宾 这是我们第一位男嘉宾 好了今天我们给你卖了一个关子 这一位男嘉宾其实是我们的小可爱 我们的同事了 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对他都特别熟悉 我说编导 你也太坏了 找工作人员来假扮二号男嘉宾 这难道不会让今天的男嘉宾有压力吗 就是当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身边坐了那位男士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位男嘉宾 那么当时他坐在我旁边 还问了我一些很多很多的问题 说句老实话心里面是比较吃惊 也比较惊讶 就是没有想到他会有第二个男嘉宾 同时而且会问得这么详细 一直问来问去 说句老实话就是 因为之前接到的通知是就我一个男嘉宾 所以就是在看到他的时候 不过在看到他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压力 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压力 今天的栏目组其实很用心 安排工作人员提前为女嘉宾打探 男嘉宾的相亲态度及择偶标准 不过就是在后来接到通知 没想到他是我们工作人员的编导人员 所以就是一瞬间感觉 就是咱们的节目组也是有些长期 有点搞笑 跟我们今天的男嘉宾握握手 认识一下吧 男嘉宾符合要求吗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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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你心中的男神会是什么样的呢 面对如此帅气的男嘉宾 居然只淡淡地回答 还行 会不会太打击男嘉宾了 还行 只是还行吗 我觉得很好吧 身高 外貌 五官 还有两个可爱的小酒 我家那些都还是比较符合标准 女嘉宾的个子 就是跟我的个子相比的话 就是非常舒适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男嘉宾也很奇怪 通常来说 当她发现女嘉宾货不对版的时候 一般人都会提出一些质疑 或者表示不满 但是我们的男嘉宾 一丁点的情绪都没有 那么只能说明两件事 第一点她真的是一个 不在意外表的人 只看中人的心灵美 第二点就是 她根本没有看上我们的女嘉宾 只是说出于一种 对自我的要求 一种修养 她要把这个节目录完而已 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了 为了增加我们 今天节目的一个效果呢 男嘉宾要求来到瑜伽馆 你为什么会想到来瑜伽馆呢 我呢 之所以带女嘉宾来瑜伽馆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健身 现在都在运动 你看我自己 现在也有这个 运动方面的健身 那么就是我觉得 带女孩来瑜伽馆 就是可以看一下 女孩子平时自己有没有过 自己的一些健身 运动 这些喜好和爱好 同时通过这些瑜伽 就可以看出一些 肢体协调性这些 所以就觉得 可以从另一方面 看出一些简单的性格 还有身体健康这方面 那女嘉宾觉得呢 她这个要求你觉得如何 另一家的话 可以啊 反正我不是很会 也没有关系是吗 既然男嘉宾这么有信心 我们的编导呢 也是花了一点小心思 你看在我手上 有两个动作 要男女嘉宾共同来完成 而且呢 我们是要考核他们的亲密度 那么我呢 私自啊 也给他们增加一些难度 这个动作呢 我想他们脸靠着脸 然后这个动作呢 我想他们两个腿靠着腿 看他们是否能完成 好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双人运动往往容易滋生浪漫与暧昧 即将展开互动的两人 究竟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那女嘉宾你平时练过瑜伽吗 没有 没有 那正好你看 我平时呢 也是自己比较爱运动 然后呢也会做一些这种 身体上的健身对不对 那么正好你没练过的话 正好咱们一起学习一下 然后呢有什么 我可以教你一下 可以吗 好的那咱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 这看着会不会太难呢 说句老实话 说句老实话 我也觉得有点难 不过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嘛 看一下 现在男女嘉宾啊 正在为一会儿他们的 瑜伽双人秀做准备 那么我们呢也进入 我们今天的摇一摇 现在您是进入到了 我们都市频道的摇大奖环节 在每天晚上的十点钟之前 您都有机会获得大奖 现在打开手机 点击微信中菜单发现里的摇一摇 点电视 然后摇动起来 等待识别进入互动页面 来我们321摇起来 好了锁定都市频道都市有理 都是您的 这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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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我这个手 一点东西 你摆了 可以吗 是啊 这儿 不可能 就一大身材来抓住了 还是比较放心 感觉还是因为安全感 对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都一样 我这个蓝丝小吃 还跟我看呢 男女嘉宾已经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去突击剪映一下 他们的成果怎么样 来 跟着我走 你们怎么样了 那不是你说的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行 那我们先来剪映一下 第一个动作吧 好 那就按图片上吧 就按图片吧 对对对 然后难度呢 我们先看你们的基本动作怎么样 我们再来那个增加难度好吧 好好好 来吧来吧 来 三 二 一 走 哇塞 这个这个这个 站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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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第一个 应该你深思一点 把女嘉宾服务稳 可能定力没有那么好 是吧 我的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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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第一次算是失败了 我们来第二次 来来来来 这次稳一点 来 走 好了 来 要不要那个 再靠近一点点 可以了 可以了吗 好吧 我们也不为难你了 好 可以有点 来 我们来第二个动作吧 太不雅了 这个动作太丑了 我都不敢直视了已经 因为我平时的话 我自己休息的时候 也会去健身房 就觉得这个男嘉宾 还是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的一些嘛 觉得还是可以接触一下 看一下他一个人怎么样 三 二 一 走 准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觉得 可能是因为女嘉宾第一次见面嘛 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啊怎么样 那要不然的话 就是真的是身体不协调了 现实远远不如电影那么美好 我们的男女嘉宾的瑜伽动作 说真的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本来想象中两个人应该专业一点 换上瑜伽服 在教练的指导下做一些很美的动作 但是画面大家都看到了 是不是有一点让人不忍直视 就是在我们刚才做瑜伽啊 还有做一系列这些动作的时候 就发现好像总是我在讲 然后呢 咱们的女嘉宾就是有一点被动 有一点就是总是在被领着走 就是就跟没有矛盾点 没有这个相互碰击的这种感觉 就是所以就是总体我感觉啊 我自己感觉会有一点累 同时有一点尴尬 本以为可以促进两人感情的双人瑜伽 没想到男嘉宾却是充满尴尬和不满 不知道此刻的女嘉宾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刚刚跟男嘉宾也就是交流了一下 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从你的外贸协会的 这样一个要求来说的话 它是完全符合的 是吗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包括你们俩在沟通上啊 性格上啊这些有问题吗 目前还没发现 目前还是挺好的 我就觉得你刚刚就是看他的样子 特别羞涩 然后特别腼腆是吗 很不好意思了面对帅哥 因为总是在我在说我在做 然后他就是被动地跟着走 就是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回应 因为毕竟在警察面前嘛 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会有点不好意思那种 因为自己不散伤了一块嘛 不散伤注意瑜伽了一块 因为平时也没有连过 其实我内心来说的话 肯定是还愿意阻力 因为女生本来平时有多连 你还瑜伽了一些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刚刚你们在那个 就是互动完之后 我跟男嘉宾也沟通了一下 就是他好像就是说 对你就是说在运动方面的 这一块产生了质疑 因为本身就是说你本来是 就是说自己在运动方面 就是感觉还是挺有天赋的嘛 很多运动都参与过 但是好像刚刚在瑜伽上面 表现得不是特别好 他不是很满意 我也没有接触过瑜伽 这第一次接触嘛 然后可能会有点伸缩 因为从来都没有练过嘛 那你对他瑜伽的表现 给个评价吗 我觉得他瑜伽的表现 也很一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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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一般是吧 他这样说你的话 因为他很直言 不会地跟我讲了 就是说你这一块 运动技能不发达 然后瑜伽的眼条也不优美 然后你会不会生气啊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模样 他也不是模样 他也不是模样 他是一个超自信的人 他觉得自己表现特别好 因为他可能是跟他工作原因有关嘛 可能就表现得比较自信一点 我们的女嘉宾好像也不是太擅长 这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说男嘉宾有所纠结的话 倒是大可不必 因为一个人 他也许不擅长这个 但是他有可能在另外一项运动上 得分很高呢 男女嘉宾都在瑜伽环节 对对方不是特别满意 那么接下来 两人深入聊天 又是否顺利呢 就是我听说你不是重庆的是吧 对 我不是 我是山东的 山东的 那你到重庆这边 就是工作多长时间了 工作有个三四年了吧 反正也不很长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那你们主持的话是主持就哪一方面的呢 我个人的话就是婚庆啊发布会啊 商演啊这些 说说说 比如说婚庆的时候 看见别人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 自己就是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就是 我在主持到感恩父母的环节的时候 有时候会自己会有一些展出 就是我听说好像你比我还小一岁 有吗 就是你介不介意 就是说比你找一个比你大一点的女朋友 这个倒不介意 因为觉得 其实觉得女孩大一点也懂事一点嘛 也挺好的 这个倒无所谓 那无所谓 就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还是有那么一点介意接的脸 就是还是想找一个 相对来说要比我大一点成熟一点男孩子 因为都像刚才男人这边说的那样 大一点相对来说肯定要懂事一些 就是心理化那些要 就会温重一点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你希望未来的女朋友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女孩性格比较 比较活泼的话 那也挺好 如果性格比较温顺的话也挺好 太多了 就是你的事业能力很强 我觉得都挺好的 就这种感觉 他就是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就是之前就有了解到 他都有一个标准的 但是问到他 他又很含糊了 就是随便那样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结婚一辈子 大事情找那个人 是一定不能讲究的 一定要清楚自己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来 或自己度过下半生的样子 就先谈到了一个合适的女朋友 就是说你打算是在什么年龄阶段结婚呢 25岁了 他是外地的嘛 你我住的地方比较远 然后的话 问到后面一些更深入的问题的时候 结婚那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感觉他不是很稳定 就觉得他不是很稳定 因为毕竟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年龄的话 要找的话都是要找一个一结婚为目的那样子的一个对象 就是生活的话不太稳定 我个人的话是可以接受和父母一起住的 就是你这边的话是怎么看的 就是跟父母一起住 其实并不是说是 可能现在一些人 特别年轻人会觉得 麻烦呀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各种抱怨 但是我觉得 人嘛 长大了 父母老去老 我们还是尽量多陪陪他们 尽量多在一起的话 可能他们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空虚 就这样比较好 我就这样想的 是的 我觉得和父母住比较好 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嘛 本就希望有子女多陪伴他们 就是你给予他们多少的话 他们并不在乎 就是你给他们的陪伴的话 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 也是还是还算蛮东西的嘛 就是跟父母一起住的话 就是感觉还是比较有小心 就是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那个人的话还是可以 就是从小顺父母那一块啊 就是一到一会儿 结婚的话呢 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你看你嘛 你是山东那边的人啊 我又是四川这边的 你看相隔的话也比较远 那就是说 就是大家都不介意和父母一起住嘛 但是那就是 就是打比方说 如果结了婚以后 那就是父母这边的话 那怎么样来处理呢 对于我个人来讲很好 作为一个北方的男孩 都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所以如果说要选择的话 肯定是会删的 这是我的选择 我们的男嘉宾自称是大男子主义 要跟父母一起住 而且一定是跟自己的父母一起住 虽然我觉得哈 跟父母住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强调自己大男子主义 这一点真的会让你减分50% 就是在我们刚才一系列的就是 哎 交流沟通啊 就大家坐起来慢慢聊的时候呢 就让人感觉 这个女孩子就是说话谈吐 还可以 再说到 比如说孝敬老人啊 就是懂得陪伴珍惜和感恩 我觉得这个在咱们现在 这个快速发展的这个社会当中 也是比较难得和少见的 就是这一点挺好 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颜值控 同时也是个孝顺的好女生 她是一个不在意外表 更相信缘分的帅气主持 相信缘分的她们来到了今天的节目 相亲现场状况连连 男女嘉宾甜蜜互动 为何男嘉宾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能是因为女嘉宾第一次见面嘛 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啊怎么样 那要不然的话就是 真的是身体不协调了 相亲现场出现两位男嘉宾 哎兄弟 你也是来一生吃的吗 是啊 你也是男嘉宾的 我也是男嘉宾的吗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两人火药味十足 你也是走开啊 好脆哦 女嘉宾会如何选择 她们能否相亲成功呢 凡人有喜之 相亲遇上颜值控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看来男女嘉宾都是很有孝心的嘛 总算两人有共同点了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也是大大的加分了 我知道你是心仪他了是吧 心仪了吗 动心了吗 还行 还行啊 那下面的话你要用什么样的行动 或者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回一城 去挽回自己的形象 因为看这个天气的话 户外运动也不太合适 就来一场乒乓球比赛吧 乒乓球吗 你知道吗 刚刚男嘉宾跟我们讲的是 他自己平时也喜欢打乒乓球 看来今天你们是还没有沟通 就已经心有灵犀了 但是乒乓球你倒是注意啊 男嘉宾可是这方面的抢手啊 没关系 就当学习吧 就当学习 但是我希望你有更好的表现 可以把你的女性的魅力 你的灵动的感觉表现出来 让她心仪 也让她心动好吗 好的这个必须的 好你加油啊 好给你打气 既然女嘉宾主动提出扳回一城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两人在乒乓球环节又会如何吧 好了现在我们呢 已经试到了乒乓球室了 为什么要来打乒乓球呢 是因为刚刚我们在那个 做瑜伽的环节啊 男嘉宾觉得女嘉宾的表现 有一些欠佳 就是跟她理想中的 那个另一半择偶的一些要求 有一些差距是吗 有一丢丢吧 一丢丢那还好 你嘴下留情了 那么我们女嘉宾呢 是为了帮回一城 要用她的实际行动 和她的强项乒乓球 来挽回她的个人的形象 魅力 个人的颜值是吗 是的 是的 那你对刚刚的那个 自己的瑜伽的表现 满意还是不满意 是不是像那个 我们男嘉宾说的那样 因为从来没接触过嘛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表现 也不怎么样啊 那我们还是其有可原的 那一会儿再乒乓球 这么一个这个环节 因为是你主动要求的 有没有信心帮回一城 有的 有的 好了 我们就期待男女嘉宾的 精彩表现吧 打拼乓球的环节的话是 是我也自己主动要提出来一点 然后男嘉宾那边 你把她有鬼搭 就是刚才连雨家的时候 可能有点丢脸 然后表现的不是很好 因为没有结束过 然后但是后面打拼乓球的话 我觉得我们俩自己浮动 还是可以 不少的男嘉宾都能看见我 感觉还是蛮好的 就是反应也挺快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这是说实话 在女孩子当中 还是属于上乘的了 我觉得就是反应啊 这些都很好 在男女嘉宾用乒乓球 交流感情的同时呢 我们也到了送大奖的环节 现在是我们都市频道 送大奖的时候了 在每天晚上的十点钟以前 您都有机会获得大奖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菜单中发现里的 摇一摇 点电视 摇动起来 等待时别进入互动页面 现在摇起来 三二一 好了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打乒乓的这一节呢 终于让男女嘉宾之间的气氛呢 我觉得热烈了一些 两个人全程都面带笑容 打来打去 编导配的这个镜头 也真是太好了 感觉两个人的默契程度 正在上升 不知道最后的选择会是怎样呢 好了 经过一天的接触交流沟通呢 我们到达了最后的表达的环节了 最终的选择环节了 在选择之前 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今天的男女嘉宾 那就是知爱一生幸福一世 由香港周智福珠宝的提供的现金券一张 来先送给女嘉宾吧 希望你喜欢 来男嘉宾 本来我们奖品还有王老吉提供 那么凡参加我们节目的男女嘉宾 也可以获得王老吉的礼包一份 好来先送给男嘉宾 好请接受我们的大礼包 谢谢 好了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了 外面也是飘着萌萌细雨 我们是在温暖的咖啡厅里面 让我有一种就是在韩剧中的感觉 那么今天男女嘉宾 他们将要如何抉择呢 现在我们给他们各自五分钟的时间 最后如果他们选择对方的话 我们就再次回到这里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可以成为朋友是吗 好了我们现在就请男女嘉宾 各自认真的思考一下 男女嘉宾经过一天的相处 同是孝顺父母的他们 渐渐有了默契 他们能否牵手成功呢 男嘉宾符合要求吗 开心 他第一印象 给我的感觉还是多符合 就是我找男朋友的这种标准 就是外星那些嘛 他也不是模样 可能是因为女嘉宾第一次见面嘛 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啊怎么样 那要不然的话 就是真的是身体不协调了 在说到比如说孝敬老人啊 就是懂得陪伴珍惜和感恩 我觉得这个在咱们现在 这个快速发展的这个社会当中 也是比较难得和少见的 就是这一点挺好 五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很遗憾 两位嘉宾都没有回到我身边 来让我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这儿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东西 眼里还要找的话 都是要找一个一起 和我们的对象 所以我就在鼓励一下 就是在有一个男嘉宾 就生活的话不太有问题 在我们整个一系列的接触和沟通之中呢 这个女孩子吧 可能不管是内向啊还是害羞啊 让人感觉很难以接近 太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吧 有时候这个东西 就是讲究缘分和感觉 感觉很重要 到位了自然就会走到位 所以今天我觉得 跟这个女嘉宾的话 做个朋友还可以 但一起走确实太难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的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也有一点点 意料之中的感觉 在这里呢 我想说到一个点 之前就是有一期节目播出之后 有观众在微博上来找我 然后批评我说 我不应该对某一个男嘉宾的 批评那么犀利 但是我恰恰觉得 这就是我的责任所在 就是我会对男女嘉宾指出真相 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有怎样的缺点 而这些缺点是你的亲朋好友 永远也不能 不敢 不会 不忍心告诉你的 这就是真相 如果说你没有勇气 去直面这些问题 那么在婚恋之路上 你会越走越艰难 哪怕是不上节目 在现实当中去相亲 也会因为这些问题 也会因为这些问题而触礁 就像我们的女嘉宾一样 也许你喜欢PS照片 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朋友圈中发一发无所谓 可是如果说一个人 在生活当中 他也想自带美颜相机 这个想法 其实我觉得是不OK的 比如说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男嘉宾相亲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直男看到你的第一眼 肯定会失望 但是他不会表露出来而已 我觉得一个人呢 如果说你希望别人 看到你是美好的 那么首先你要在真实生活中 接受真实的自己 你足够自信 而不是依靠PS技术 来让自己自信的话 我相信你会更好的 顺便说PS就像化妆一样 我们经常玩 手总会越来越重的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 烦人游喜永远等着你 好了 接下来是精彩的真婚秀 不要走开 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 烦人游喜的真婚秀 我是小红娘冰田 欢迎搜索屏幕上的微信号 关注我们烦人游喜 小红娘官方微信 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上 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 以及烦人游喜的 线下相亲活动公告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来到 我们的镜头前 说出您的情感诉求 以及展示自己的风采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 与您取得联系 并且免费为您拍摄 明星个人嘉宾秀 好的 让我们来领略一下 本期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 大家好 我叫赵明亮 今年36岁 我的身高是一米老婆 我的职业是移民网管 我来自北北区财交港镇 我在北北区财交港镇 有两套自己的住房 我的兴趣还要是爬山 打台球和钓鱼 在平时不上班 不工作的时候 会有上几个朋友 一起去爬山 到了爬山回来之后 然后会和朋友 到了晚上 在一起打台球 然后我自己家里面 本时有两个鱼塘 在明年的秋天或冬天的时候 会自己买一些鱼苗 放在鱼塘里面 等到小鱼苗长大之后 再约上几个朋友 一起用自己准备的鱼儿 到鱼塘里面去钓鱼 我的情感经历是 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我和我前妻离婚的原因是 我的前妻有了一段婚儿情 是她婚儿情的对象 打电话给我指后 我才指下了这件事情 我当时选择了保重于良界 试图挽回这段婚姻 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能长久的 我和我前妻最终还是选择了 在今年办理了离婚社交 现在有一个露宿的儿子 跟到我一起生活 我的最后要求是 希望我的另一半身高在一笔五一三 年龄在三十七岁以下 是否结过婚礼 是否有小孩 这个都无所谓 师父又没有自己的住房 这个又没有关系 希望他能够请见持家 受规矩 孝顺老人 能够接受我的儿子 希望电视机前面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联系我 我从事的职业是律师 希望大家是在法律上 需要帮忙的 有啥子按键小带的 都可以联系我 我的工作平时是比较忙 练个工作 练个工作 我从事的职业是律师 这个情况 因为我带的案子比较多 行事案件 民事案件 经济案件 我都在带的 所以说 那些我的朋友 还是我的同事 都多 我都像玩具一样 什么案子都可以带的 工作以外 我的兴趣还比较广泛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 我喜欢读书 然后喜欢旅游 也喜欢音乐 因为这些都可以逃越清潮 而且对身体也有益 然后我坚信的是 书中只有盐住鱼 书中只有黄金屋 然后就是说 我喜欢旅游的话 在旅游我可以通过 打开自己的事业 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因为世界很大 大家都想去看一看 我也有此想法 音乐方面 我的音乐比较 也比较广泛 就是古典音乐 然后现代音乐 我都比较欣赏 然后就是说 对一些抒情的歌曲 我唱得还比较好 反正这方面的 就是说这方面的天赋 还是可以 我性格是一种比较温柔 但是在工作方面 我也有事是肉种大肝 也是我同事对我的评价 然后我的上司 对我的评价 也是我的责任感非常强 而且对我的工作都非常包养 情感经历 我的情感经历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我的丈夫 才去世半年 我和我丈夫的感情非常真厚 但是过去 就已经过去了 我希望就是说 在以后我遇到的那个 以后我遇到的那个伴侣的话 她能够 能够体谅我 然后照顾我 然后对我的家庭 能够非常 就是说大家组成一个温馨的家庭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现在我有个女儿 我女儿现在年来都是四岁的初中 我希望我找到另一半 她是一个 就是说工作责任性非常强 而且就是说 她对家庭的责任感也比较重 身高大概就是在一米七左右 年龄大概就是在 十二到十八岁之间都可以 婚线状况都不显 婚线状况不显 就是说她是未婚也好 还是就是说离婚也好 还是就是说那个死欧也好 我觉得那个都可以接受 有小孩也可以 那些都可以接受 住房条件 就是说她只要有自己的住房 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的话 就是说她要一个 我也需要一个 找一个就是说 她的经济条件各方面 都比较稳定的 所以说我需要就是说 她起码有一个住房 但是我自己的条件呢 还是可以 我有住房 这些经济方面呢 不是主要的 爱好方面的话 我是认为啊 就是说 土耳荏呢 就是说花的酒啊 那些啊 没有关系 但是只是不要就是说 那个就是说 酒啊那种 然后不要太多啊那种 那些都东西 都可以 大盒小牌 花小酒 好 然后春月娜那些 都可以接受 我非常感谢 《翻译游戏》这个平台 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就是说 对我有意见 可以通过像那个 《翻译游戏》这个 官方的微信 给我发微信也可以联系我 不知道冰田今天为大家推荐几位明星嘉宾 是否有您信仪的那个他呢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 与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将会竭尽全力为您牵线搭桥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单身男女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 因为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上 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 以及《翻译游戏》的 线下相亲活动公告 好的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翻译游戏》 我们等您 《翻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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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亲密的游戏互动 我怎么摸我 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 都市频道晚上九点 浓情巨献 男神来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她是年轻有为的金融才俊 阳光帅气的她 让女嘉宾痴迷不已 我觉得男嘉宾长得非常的帅 我还是喜欢拥抱 好吧 擦了黑 擦了黑哦 这是刷娇呢 你再感情我的话 我就把你踢腿下去 别把我吓到了 为了俘获男嘉宾的青睐 他们使出浑身解数 抢蓝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愿意 你靠过来啊 你起发残酷吗 你完全在炸上去了 遭遇突发状况 男嘉宾会作何选择 应该可能是会选我吧 就我吧 我再换你啊 我再换你啊 欢迎游戏春节特别节目之 东西温泉脸歌一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得真好 请不吝点赞m 这种说法多浪漫